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能夠對抗癌細胞的天然植物提取物 是有哪幾種和它有什麼的作用 第一種就是勞匯素 在醫學研究報告裡面 證實勞匯裡面含有一種叫做emodine的成分 這種成分是有效抑制連鎖蛋白 令到癌細胞是無法抗散的 第二種就是洋蔥素 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 洋蔥含有種名為クライスティン液的成分 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 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 第三種就是粟米森素 癌細胞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 能夠不斷自我修復避免腦化 而粟米森含有一種叫做lacotinic acid的物質 能夠有效抑制中端酶 加速它的衰老過程 以及加快這個癌細胞滅亡 Hello 大家好 這個節目是新節目來的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Tommy 前一陣子 大概是兩三個禮拜之前 台主 台長 大匪 找了我做了一集節目 講些無厘頭的東西 主要是講家庭的娛樂 家庭娛樂 裡面有一個題目叫做遊戲機 我自己以前是做遊戲機的 做遊戲機生意的 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大匪就說 不如你嘗試講一集 我說OK 講一集 但我跟他說說他講一集 是講不完的 我找了我的拍檔 這位是我朋友 阿達 他是達人 絕對是達人 是 以前的遊戲最大人 找他過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老餅遊戲機 遊戲機的有趣的東西 我再介紹自己 我是Tommy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 我是不是不止了 1990年 1988年 30年前 我入了遊戲機這個行業 我相信大家現在的觀眾 現在看到我的年紀 可能和我的真實年紀不同 我幾乎接近退休年齡 在80年代中的時候 有一種電子遊戲機的物體出現了 在前身是一些卡片機 就是任天堂的 Gam and Watch Gam and Watch 我們叫做機仔 我們叫做機仔 在1983年左右 就進化到 普遍了 一些叫做 插入電視玩的遊戲機 任天堂 世家 那些 但原來就是 不是的 原來在70年代尾 其實已經有些遊戲機 搏入電視機玩的 我們先說一些遊戲機的歷史 這方面我就不熟悉 我要請阿達介紹一下 阿達 我首先問你 你小時候 你什麼時候接觸電子遊戲機 其實在遊戲機來講 以前最出名的電視賣廣告 一定是阿達利 但在阿達利那個年代 就 臨臨種種 我們不可以說完全是電子危機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做家庭電腦 譬如好像以前很出名的 Apple 2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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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蘋果電腦 是的 那時候黃金商場開始砌 那些叫翻版的Apple 2e 那個年代呢 因為阿達利來講 算是高級的 他就要去到一些 等等 Apple 2e 你說是在黃金商場砌 其實他的樣子是怎樣的 有沒有相片可以看到 相片方面都有的 但是在早期Apple 2e 就可能我擺出來的相片 會有一點點分別 因為以前的Apple 2e 我們在家裡接觸到的 就是用錄音帶來玩人 錄音帶 他就不是說是遲碟的 遲碟其實是很後期很先進的東西 當然現在過期不見了 他就用錄音帶 插一餅錄音帶 放到一部Cassette機 他就把錄音帶的Data 由Analog變回數碼 入到Apple的Memory裡面 他可能要拌整五分鐘 十幾分鐘才知道 拌不拌到 拌不拌到 不是玩到 拌的意思是甚麼 將錄音帶的資料 逐樣地變回數據 全部傳寫到蘋果的記憶體裡面 可能大家在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可能比我們年輕很多 現在玩的遊戲機 可能是PS4 或者任天堂的Switch 可能你們不知道甚麼叫load load 其實只是loading 其實只是獨取一個軟件的過程 現在快很多 因為基本上手提遊戲機也好 電腦遊戲機也好 家用電腦遊戲機也好 手機也好 全部都是電腦來的 所以load的速度很快 但以前不是的 以前load的時間很久 尤其是磁碟 幾乎是可以吃碗杯麵的時間 所以我先解釋一下 甚麼叫load 阿達可以繼續 load下去之後 我們用monocom 黑白螢幕 那時的monocom 不是甚麼VGA 是用AV 或者用一塊board 轉化做天線出電視機 以前來講 出個畫面的黑白螢幕很簡單 聲音就Beat Beat Beat 就很單聲 沒有現在說音樂又很宏偉 又整套電影這樣 做不到的 沒有可能的 Apple那個年代 差不多是在遊戲機的 接近黎明 再黎明一點 就有一些是沒有AI的遊戲機 甚麼叫AI 現在講AI 就講到很複雜 就是人工資 在遊戲機裡 我們也有一個叫AI 例如像去到 你玩 Street Fighter 你打他懂得擋 他就叫AI 他知道你做甚麼 他不會傻奸奸站在那裡 反應 是一個知道你做的動作 他要做些甚麼 是一些很單純的AI 他以前沒有的 以前第一部遊戲機叫Odyssey Odyssey 有想看 Odyssey 他最有趣的地方 在那年代的電視機是黑白的 是 他要怎樣做到遊戲機 有彩色電視的感覺 每一隻遊戲都有一張透明的菲林子 是 那張菲林子是黏在電視機裡 是 是 是 即是假的 假的 然後 他只是控制 有兩個 好像一個盒 一個X軸 一個Y軸 來扭那個白色光點來動 是 即是好像你這樣這樣 是 但那些才進了 那些是有反應的 這個是沒有反應的 其中一個遊戲 就好像走一條軌道 你要用白色光點跟著那條軌道走 對與錯 他沒有AI告訴你對與錯 是你覺得走錯了 你輸了 就好像我們玩棋 自己判斷 你走這部棋錯了 OK 這部真是第一代的遊戲 可能這些已經是恐龍時間 是的 不需要說太多 那 好啦 比較熟悉一點 第一代 根本都不是很通行 那真是說 當作商品化了 那是進入到家 那一隻叫做雅達利 雅達利 大家都可能聽過 那可能現在工廠好像倒閉了 雅達利做了Software 就是代理為主 是嗎 雅達利這個時間 除了雅達利這個遊戲機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遊戲機 在當年來講 雅達利就很風行 但是風行到某個段落 是突然間一個很極端的倒退 因為太多垃圾遊戲 曾經出現了電影ET ET的外星人 他出了一堆遊戲 那些遊戲 被譽為垃圾遊戲 到最後有七八成以上 拿去填海 那時候就開始倒退 還有那些人開始吵 遊戲機會荼毒小朋友 所以就開始回到小型電腦的時代 例如Laser Spectrum 還有Qualization 在香港不算很多人玩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呢 在香港來講 在那個時代 80年代頭 不是那麼多人有錢玩的 那些來講 例如Laser電腦 Apple 2E 還有阿達利這些 在以前永安百貨都可以賣 明白 就是由那個時間開始 有一段比較沉寂 但是有些有錢人會玩一下的時代 都是用錄音帶為主 那些是有錢人的玩意 沒錯 都不是那麼 popular 剛才阿達說得對 那阿達利的遊戲 其實在 不要說現在 在當時來說 都挺白癡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 都買過一部 港產的 都挺貴的 那時候 我們 過年鬥利是 拆了一些利是 都要幾百元一部 只有幾頂帶 有些叫做潛艇 那下面有一隻 類似潛艇的物體經過 那樣子彈向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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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偶爾玩一 numbered 都不會有趣 是挺有趣的 那那小孩子 那時候沒indruck 那時候 那時候 沒錯你說的對 是一個很大的滑落 直到呢 直到叫做第二代的遊戲機出現 大家都應該知道 叫做任天堂 是第三lle 今已是第三代 第三代 第二代 intentar 最後第二代亞特麗 第二代亞特麗 OK 第三代的遊戲機 叫做任天堂 任天堂是1983年 其實不是1983年 1982年其實就是在日本推出了 任天堂這間公司 其實它以前也出了很多黑片機 八爪魚 那些叫做Gamman Watch 那些遊戲就搬到一部遊戲機 遊戲機出來 它可以做到色彩是挺豐富的 其實那些都是顏色來的 但它出來的畫面的顏色度 吸引度 以及控制的方向 已經是很先進 在我們來說很先進 開始就是進入了遊戲機的黃金年代 或者達你可以說一下 由第一度的紅白機 那時候你認識 或者可以說一下 我知道你那時候是做學生 穿著校服 就鋪黃金商場 是啊 你什麼時候接觸到紅白機這件事呢 紅白機其實呢 那時候呢 讀中學頭 玩紅白機那個年代 是一個很開心的年代 為什麼呢 同一個遊戲 是 重複一天玩很多次 爆了機再玩 爆了機再玩 不要像現在這樣 開著一隻遊戲 開十分鐘 看完開啟之後呢 一到開始按鍵就會關掉 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遊戲 看多過玩 以前那些是遊戲性 什麼叫遊戲性呢 打個籃球入樽 來來去去都是入樽的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人 玩到全世界都有比賽呢 那些叫遊戲性 是 以前的遊戲 你打 那些分數一次比一次高 那樣的感覺呢 就會有個挑戰性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的分數是 因為你隨便拿著一隻手機 遊戲 你開 Puzzle Dragon 那些 幾十萬分 後面多多兩個零 諸如此類 你都數不到 沒有什麼興趣看 還有現在的遊戲 是collection多過玩 那你講一下你那時候 穿著校服 蒲黃金年代 那時候紅白機 在這個香港的市場 大概是怎樣形勢的 紅白機其實呢 真正很開始Hit那時候 就不是八三年 因為八三年那時候 其實紅白機一回來 都不是買得便宜 都四千多元的 嘩 四千多元的 是啊 在日本那時候賣 七千八日一部 是啊 但是在開始回來 都四千多元 不是每個人玩到 因為在以前那個年代 香港電視是Pel System Pel System Pel I 日本是NTSC-358 這裡簡單一點 先介紹一下 什麼叫Pel 什麼叫NTSC 現在的年輕觀眾可能不知道 其實全世界有三個電視制式 或者總之是關於一些影音器材也好 都會涉及到這些 是的 我們有一幅地圖可以大家看一下 那在全世界的分佈 有三個系統的 一個叫做NTSC系統 深入的東西不說了 那些什麼五六十州 什麼NTSC三點幾 四點幾 我都不說了 都有分別的 那麼NTSC系統呢 就是在美國和在日本 台灣 還有台灣 台灣 台灣三個地方 而在一些歐洲的地方 或者在一些歐洲殖民地的地方 是一種叫做Pel System 而Pel System 例如我們香港以前是英國殖民地 那就是有一種叫做Pel Pel都分很多種 Pel I Pel UK Pel D Pel D 其實都有些分別的 那麼香港就是Pel System 而另外一種就是法國 就叫做Siccum Siccum 那個都比較冷門的了 中東國家都是用Siccum 是的 沒錯 但是在 其實這個是一個挺麻煩的東西 統一不了 那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用來渡絕水貨 那時候 一種 由頭去到尾那種科技 NTSC出線 接著是Pel 為什麼Pel的素線解像是比較NTSC高 是的 但是那個頻率就會慢 是的 那麼說到這裡 大家休息一會 下一節再來再談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導演